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英 进来吧 蓝湛先把行李推了进去 回头看人还呆愣在原地 神色迷茫 忍不住心中一阵心疼 换作是以前的魏英 早就蹦蹦跳跳的冲进来 走看看 又瞧瞧了 那时候别墅刚买下来 正好遇上魏英周末回来 于是便带她过去看了 结果自己只是进去厨房倒杯水的时间 他自己就从楼上楼下 甚至连后花园都逛了个遍 回头还给自己列了个清单 卧室 书房还要添加哪些家具 兴许是学艺术的对美都有不一样的眼光 蓝湛也没意义 反正别墅在他名下 主人说什么便是什么 魏英学习工作之余 喜欢玩手游 尤其喜欢窝在卧室玩 蓝湛怕他躺在床上玩 容易损坏眼睛 于是便在卧室超大的阳台 给他量身定制了一张躺椅 可以调节靠背的 这样 他玩得舒服 也不会弄坏眼睛 藏色知道后说他太宠魏英了 会把他宠坏 蓝湛则觉得理应如此 自己的老婆不宠 还宠谁呢 魏英 你这行李是拿到卧室还是书房 蓝湛这样问 是知道他搬家会带很多 关于设计的稿件书籍之类的 左边大箱子是设计用的资料 放在书房 右边小箱子是衣服 放卧室就行 还是我来吧 魏英说着 便上前想接过来 不用 我帮你拿进去 你过来看看书房怎么放 等会我再带你上房间 蓝湛把小箱子放在原地 推着大箱子走向离客厅稍远一点的那间书房 书房很大 以应俱全 还有投影 方便办公需要 书架上已经放了一些基础常用的设计书籍 魏英狐疑的瞅了人一眼 看一个血管里的怎么会有这些书 蓝湛没有留意他的目光 很自然的把箱子放倒在地上 把里面的笔记本电脑 书 设计手稿都一一帮他拿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魏英就着他的帮忙 也开始整理起来 东西不多 很快就收拾好了 忙完书房后 蓝湛再到客厅把小箱子拿上 领着人到二楼卧室 蓝湛选了这栋高层 有一面是靠海的 主卧室一整片落地窗全是海景 搭配着白纱的窗帘 有几分梦幻感 侧面阳台门没关牢 几缕微风窜了起来 像几个调皮的小孩 在窗帘下都猫猫 顿时静谧的房间有了几分生气 落地窗旁放着一张躺椅 椅子下还铺着毛茸茸的地毯 魏英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白光 接着是一阵刺痛袭来 呀 魏英痛呼出声 捂着脑袋蹲了下来 魏英 魏英 你怎么了 蓝湛慌乱地跟着蹲下 双手握着人的手腕 望着人一脸痛苦的表情 心拧着痛 蓝湛 我头好痛 魏英无意识脱口而出 蓝湛 蓝湛 久违地称呼 听着蓝湛响落泪 蓝湛把人拥进怀里 轻声安抚着 魏英 不要想 嗯 什么都不要想 魏英紧闭着双眼 任凭眼泪从眼角滑落 魏英 为何自己一看到这椅子 就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仿佛很久以前就见过 而且在这椅子上 像是发生了一些和自己有关的故事 蓝湛抬头 目光落在躺椅上 魏英 不要玩了 蓝湛伸手就夺人手机 等等 蓝湛 别 马上就结束了 呀 蓝旺鸡 本来这局我稳妥妥会赢的 讨厌 你陪我 魏英气地抡起拳头 就垂在人胸膛上 某人不痛不痒地任人撒娇发泄 翻身就把人压在膛椅上 吻到人窒息为止 你明天就要回学校了 是不是该好好陪陪你亲爱的老公了 过去的一幕幕 像电影般在蓝湛脑海里回放着 现如今 曾经的恩爱 倒像跟刺一样扎在魏英的头脑里 蓝湛知道 两人要重新开始 刺是一定要拔的 这个过程也许会很痛 但 还有别的选择吗 随着疼痛慢慢消失 魏英渐渐缓了过来 这才发现自己整个人窝在别人怀里 对不起心中一慌乱 魏英抽身就想站起来 却因为蹲的时间太久 叫马 直接扑倒在地上 蓝湛想拉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眼睁睁看着人趴在地上 脸上还挂着泪珠 倒像刚被欺负过的样子 可怜巴巴的 魏英一阵尴尬 又懊恼 那个椅子我不喜欢 拿走 大辣椒的脾气又上来了 拿椅子出气 好 等会我就搬走 我再给你重新定制一张好不好 想不到这人而看到椅子的反应这么大 这完全在蓝湛的意料之外 看来任何一点熟悉的东西都会刺激到他 那核桃到底还要不要送过来呢 蓝湛的声音说不出的温柔 一下子就抚平了魏英焦躁的心 连声音都不禁软糯了起来 嗯 蓝湛把人拉起来后 把衣服给他挂到衣帽间去 魏英个性洒脱 不喜欢束缚 所以他的衣服清一色全是休闲运动服 唯一一套西服也是休闲型的 魏英则站在房内打量了一番整体构造 然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洗手间在哪 蓝湛忙活完出来 就看到某人倾注着眉头 魏英 怎么了 那个洗澡的地方在哪 哦 灵浴间在房间门口用手边 这套房子房间内是不带洗手间的 这也是蓝湛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唯一一套房内 不带淋浴间的 要是魏英洗澡忘记带睡衣什么的 自己还能帮下忙 邪恶的蓝总 两人共用一间浴室 光想想就够让人浮想连篇的了 魏英神色开始不自然 连耳坠都红了 大眼睛四处溜达 就是不敢看人 蓝湛最喜欢看的就是 魏英明明很娇羞 却又要假装自己什么风浪没见过的淡定 两种反差矛盾掺和在一张脸上 趁得那张本就俊俏的脸蛋 更是生动万分 看得蓝湛心里痒痒的 恨不能不管不顾的亲上去 那我们下楼吧 房间内的空气快让人窒息了 魏英说完便跑 蓝湛望着人落荒而逃的背影 抿了抿嘴角 仿佛又看到了两人暧昧气使的魏英 看来这是个好兆头 魏英一口气跑到了楼下 可点很大很宽敞 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空旷 魏英有点无所适从 不知道是该坐下来呢 还是该做点什么 后面紧跟着的哒哒的脚步声 在空旷的房子内回荡着 像把小锤子一样 敲打着魏英的心房 魏英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魏英 你哪里不舒服 直到担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魏英才惊接自己的手下 意识地捂在了心脏的位置